苗栗这家温泉会馆变成了画廊 举办公益画展 现场还请来了花莲在地的表演团体跳舞 邀请创世基金会的怨声一起来观赏 我们提供一点小小的场地 透过小幕希望可以把这个爱 传递给更多的人 这些画都是创世基金会创办人曹沁 用棉花棒画出一幅幅意境优美的水墨画 这是他早年照顾植物人 用棉花棒清理露窗 衍生出来的创作灵感 那他就是用棉花棒帮我们的植物人 做一些乳窗伤口的一个换掉 那他就是用棉花棒这样练就了他这一身好功夫 高龄99岁的曹沁 有感于花莲地区 目前有1061名植物人 以及重度的失能者 苗栗地区则有66位院生 为了疏解这些家庭的困境 以海湾为题 创作回南海湾化 帮他们募款 他就收集了很多海湾的照片之后 也同样的用棉花棒 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把这些画架构起来 公益画展为期两个月 所得捐款将全数支持花莲建院 以及苗栗分院长年的服务经费 民事新闻邱俊超 苗栗报导